嗨!大家好!50號 歡迎回到好冰奶 這是我挑戰連續20支 喝不同家飲料店的第五支片 終於來到四分之一了 我今天喝的是 迷克夏的伯爵紅茶拿鐵 好,OK 歡迎在下面留言 你最喜歡喝哪家飲料店的奶茶 如果你有留言 並且有訂閱我們頻道的話 在挑戰20支到的時候 我就會抽一名 跟我們一起玩一番賞的活動 那記得訂閱、按讚、分享我們的頻道 也要上Instagram追蹤我們的IG 我們把連結放在下面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主軸吧 談論到日本的動畫大師 大家都知道 就是那個鼎鼎有名的宮崎駿 而在他的作品中 最讓他人所熟知的 就是曾是日本影視票房最高的動畫 謙語謙詩 也就是我們所稱的神與少女 故事中講述少女 無意間地闖入到另一個世界的故事 而在日本中 神隱這個詞 也有小孩無緣無故不見的含意 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名列日本三大失蹤案的 松岡生死生影事件 小孩僅僅沒看見十多秒的時間 就離奇消失了 至今三十多年過去 還是找不到小孩子在哪裡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時間先回到1989年的東京 主角是住在旁邊磁城縣的松岡一家 松岡正生是一家之主 最近剛好跳槽到了一家外國公司 薪水待遇都比之前高上一劫 也讓他對於未來的生活 充滿了希望 因為他家裡還有妻子跟三個小孩 在原本的公司中他天天都在加班 根本沒有時間能夠陪老婆小孩 而現在終於可以好好地陪陪他們 但過了沒多久 一通電話打破了原有的安命 3月5日這天 妻子松岡龜子接到了老家撥打來的電話 親戚告訴他 他的母親在最近因為疾病而過世了 因為龜子在多年前就已經遠駕到東京 已經好多年都沒有回家看過老母親了 所以在接收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可說是一點準備都沒有 而老公正生聽聞後也只好趕緊起駕 帶家人一起回到龜子的老家 3月6日松岡一家便起乘回到了 距離家中有600公里遠之外的娘家 德島縣小松島市 雖然母親的過世十分突然 但他們仍井然有序地將喪禮完整辦完了 在跟親戚的閒聊中 松岡一家正提到還沒找到下榻的飯店 一名熱情的親戚便立馬邀請他們來到家中居住 心想就順便當作一次家庭的旅遊吧 便直接接受了親戚的邀請 晚上他們到了距離小松島市 60公里外的光珍市親戚家 這裡屬於德島縣的山中郊區 雖然人煙罕至 不過附近的環境十分優美 而親戚家更能一眼遊覽整個真光市 附近只有一條道路能夠往返城市 也算是附近最為優勁的地方了 松岡一家平時居住習慣吵雜的東京 所以德這邊的懷疑可說是非常的滿 隔天3月7日早晨7點多 松岡一家差不多都醒了 妻子正跟親戚在廚房準備大家的早餐 鄭生覺得難得有機會到山中居住 當然要好好親自大自然 便帶著長女、兩個兒子 和七一家的小孩出門散步了 一段時間後 鄭生認為早餐應該準備好了 就詢問孩子們要不要回去吃飯 對於還在成長的孩子來說 美味的美食一定比美景更加吸引人 紛紛表達要回去吃飯 剛到家門時4歲的大兒子生死 不知道是不是對剛剛回家路上的時階覺得有趣 便拉住了鄭生的袖子 表示自己還想在外面多晃晃 鄭生本想說等到吃完早餐後再決定 不過看到兒子準備快哭出來的樣子 便跟兒子說 你在這邊等我 我先把弟弟抱進去 講完就直接走進家中 將抱在手上的柚子交給了龜子 告訴他生死還想在外面多慌慌的事情 然而就是這個短暫的分離 當鄭生回到家中準備帶兒子再去繞繞的時候 卻發現剛剛還在門口等著他的生死不見了 只過了短短10多秒的時間 好端的兒子就這樣不見了 一開始鄭生認為兒子只是等不及了 所以先到時間那邊了 立馬過去查看 卻也沒有發現任何生死的痕跡 以一個4歲小孩的走路速度來看 不可能一下就走下直接跑不見 就立馬把注意朝向另一邊的叢林尋找 然後也喊了幾聲兒子的名字 始終都沒有得到回應 附近也沒有任何留下的蹤跡 10點時 鄭生便打電話報警 告訴警方 他的兒子不見了 警方聽聞立馬派出光真室幾乎一半的警力 超過100多名的人尋找周圍的環境 卻還是沒有任何的結果 隔日3月8日 更是派出了超過200名的警力 將整個光真室都尋找過了 最終還是一無所獲 鄭生始終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短短10多秒的時間 孩子就不見了 更何況親戚的家中是在半山腰 進出都只有一條路 如果有人想拐走小孩都是不太可能的 而且就算是生死自己走私的 一個4歲的小孩又能走得多遠 怎麼會派出200多名的警力卻還是找不到呢 然而搜查日子過得很快 一下就過去10多天了 3月16日 已經在德島縣待10天的松岡家 決定先回到此城縣中 希望警察能繼續搜查 得到新的消息 但這天晚上 他們卻接到一通奇怪的電話 一下是通話的內容 所有女人就掛上了電話 雖然這時松岡太太覺得很奇怪 幼稚園怎麼會這麼快就有組織家長的捐款 但並沒有多想 就當作普通的電話 隔日3月17日 松岡一家回到了慈城縣 便主動聯繫了幼稚園 詢問了慰問金的部分 然而卻得到一個不可思議的答案 園方告訴他 月亮班上並沒有名為 鍾元甄離子的小孩 想當然也不會有他的媽媽 也從來沒有提到過慰問金的部分 松岡太太聽聞 並立馬告訴了丈夫 這個奇怪的事情 覺得打給他們的那個女生 一定就是綁走生死的同伙 便立馬打給了德島縣的警方 告訴他們這項消息 但德島縣的警方不知道是怎麼了 忽然對這起案件一點興趣都沒有 告訴他們已經停止了大規模的搜查 只保留了案底 而且當時那個女生打來電話錄音 已經遺失了 種種的行為 根本不像前幾天還奮力尋找的警方 先喝一口啊 奶茶啊 甜甜喝奶茶 肥死 兒子失蹤後 正身便辭去了一個工作 夫妻長全心全意地在尋找著兒子生死 並將有關兒子失蹤 以及任何的消息透露給了50多家的媒體 希望能從他人得到兒子的下落 雖然這起案件立馬獲得了全日本的關注 也得到了許多人的消息 說自己看到神是生死的孩子 但始終沒有一個人是真正的生死 隨著時間的流逝 媒體對於此案的性質也慢慢消失 最終只剩下松岡家自己在尋找兒子 然而多年後 在一個節目中 此案又引起了全國國民的注意 TBS電視台有一檔節目 緊急公開大收藏 主要的目的是尋找失蹤多年的人口 2018年1月 節目出現一名自稱為何田龍人的男子 2014年他在大型賣場的廁所中 被人發現昏倒在那邊 醒來時他告訴警方 他已經被軟禁多年了 好不容易有找了機會逃得出來 對於自己唯一的記憶 就是在他4歲那年 被像是父母的男女帶走了 醒來就在不認識的叔叔家 這個叔叔一直軟禁他 直到2013年透過電視才知道了 兒童走私的新聞 意識到身邊的這個大叔 很有可能就是人口販子 便找機會逃得出來 聽完後警察認為 這很有可能是一個軟禁兒童的事件 但因為不知道他從哪裡來 便將他安置到了救助中心 就這樣過去了許多年 直到2018年才被節目組給發現 報道了出來 在節目熱播之時 論壇上便有人開始推測 這人該不會就是多年前 無意間消失的松岡生死 因為拿生死當年的照片 跟何田擺在一起 完全就是長當的樣子 而且他被綁架的年紀 也恰恰好的是4歲 造成網路的熱議 德島縣警方第一時間知道此事後 便連信松岡一家 進行了DNA的鑑定 但最終得到的結果 並不是大家所期望的 何田龍仁跟松岡一家 並沒有任何的血緣關係 也因為真相的揭曉 許多在看得讓人也漸漸的散開 那為何這起失蹤案件 會受到日本全國的關注呢? 主要是因為兇手要在10多秒內 帶走一個會說話會走路的小孩 卻沒有發出任何的聲音 其次 附近的農民告訴警方 當天他沒有看到任何的車輛 或者人 走這條路上山或下山 最後則是熱通電話 都是使用引導式的問法 在詢問松岡太太 並且怎麼會在熱通電話後 短短9天 警方就從一開始的熱心住人 變成是連錄音都沒有留的冷漠警察呢? 這些都有太多讓人疑惑的點 所以才會被日本稱作為三大失蹤案件 直到現在還是沒有人知道生死去哪了 他有沒有長大的成人 或許他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上了 松岡家忙了一輩子 到最後都找不到失蹤的兒子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 記得按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有任何想要跟我們討論的 都歡迎在下方對我們進行留言 每週三是新的暗記影片 每週六是Podcast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更新Square喔